巴基斯坦大批穆斯林 违反新冠肺炎禁令 在清真寺举办祈祷会 遭到巴基斯坦警方驱赶 没想到数十名穆斯林 反过头来追逐警车 并且投资10块 警方不得不对风鸣枪驱散人群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 与冠状病毒重名的墨西哥品牌啤酒 就经常被拿来嘲笑 酿酒商更轻爆 为了响应政府暂停 非必要活动的禁令 这款啤酒将会停产 美国前总统约翰甘乃迪的弟弟 罗伯特甘乃迪的孙女跟曾孙 经传划船时不慎漂流失踪 警方持续搜索却没有找到人 美国甘乃迪家族从过去到现在 发生过一系列意外死亡事件 也让诅咒传闻再度盛宵成上